保溪手術 保溪手術一般我們講的是骨頭的矯正 所以它要有很明顯的單側的關節炎 比如說這個患者他是勒縫式性關節炎 他的內外側的關節 膝關節都產生一些膜耗 這時候就不適合 再來就是說第一個要年輕 第二個是單一腔式的關節炎 還要就是說他有明顯的O型腿或X型腿的變形 這樣才有必要 當然他也有一些所謂的筋肌症 比如說年紀太大 他的骨頭可能長得不好 那這時候你做節骨手術 你還要考慮他癒合的問題 這個就不適合 那第二他本身關節有一些活動受限 比如說他膝蓋打不直 比如說他彎不起來 那這時候你做關節外的節骨手術 他可能關節的問題還是沒辦法處理 那這時候就不適合 那還有一些可能體重過重的患者 因為他你把他矯正過去 但是他可能體重過重 可能骨頭長不起來 或是說他造成另外一側很快的磨損 那這個可能也不是很好的適應者 但他已經去抜騰